记者施小光台北报导,行政院下午将由副院长施俊吉举行记者会说明庆负案调查结果,对于外界影射前总统马英九涉入,马英九办公室发言人徐晓星中午发出声明,要求行政院应议并向外界交代所有总统府转来的成型信函内容及处置过程,不要随部分媒体习武,只挑马英九总统任内的查。 徐晓星并表示行政院调查小组的质疑,如果有评有据,马办欢迎点名并提出具体试证,不要以匿名指涉或放话方式,意图混淆视听抹黑英九。 他并重申马英九与本案毫无关联,相关传闻若有具体试证,欢迎向检调检举,否则不应以讹传额抹黑。 徐晓星指出,根据媒体报道,20105年马政府执政期间,总统府曾接获庆妇陈情案并转相关部会处理。 2016年5月起,总统府又三度接获庆妇陈情案也都转型政院处理。 总统府处理陈情案都有相关规定,欢迎向总统府洽询。 陈情是每一位国民都拥有申请的权利,政府也有严谨的作业流程。 此举决非外界所指控的施压,竟是民众申请陈情案件的流程,绝无不法。